世衛今日更新临床治疗指引 强烈建议以类固醇治疗新型肺炎重症患者 世衛表示 有研究发现 以皮质类固醇药物治疗重症患者 存活率有六成八 比起无使用类固醇高八分之八 在每一千个重症患者当中 可以减少87宗死亡病例 强烈建议在治疗重症患者的时候 使用类固醇大约七至十日 但病生较轻的患者不建议使用